太后老佛爷胜受大喜 而等师督府奉诏而来 君臣相聚 喜上加喜啊 朕今天所以宴请你们 是因为你们自为朝廷的封疆大力 任上辛苦 朕了表慰问之意 皇后恩傲大 臣等感激气凌 起来吧起来吧 谢皇上 入席吧入席吧 朕与你们君臣相聚 今天就不必居什么礼了 不然朕每说一次话 你们扣一次头 好了累也累死了 还喝什么喜庆酒啊 是不是 来来来坐坐坐 谢皇上 朕没有在乾清宫 黄吉殿 而在这万幅楼宴请你们 不说你们也明白 因为这个楼 就是你们捐钱修的嘛 话说回来 堂堂大清 也不缺你们这点银子 但是你们的心意 朕不能不领 领了你们的心意 花了你们的银子 总得有点表示啊 怎么表示呢 那么就请和珅 带朕给各位捐了钱的十名都府 各敬上一杯酒 朕 臣等不敢 又来了又来了 坐坐坐 谢皇上 先从吴善达开始吧 喳 谢皇上龙恩 吴善达在胡广镇上十几年 今年快七十了吧 回皇上 臣已经过了七十了 你当差几十年 吏部年年的考计 都是上等着意 朕知道 那也不是白给的 是老臣分内之首 不过 有些官员一辈子 青莲如水 那么到了晚年呢 保不住晚节了 朕想 你在晚节上 可以做个好榜样吧 老臣谨记胜讯 阿里哈 臣在 你在这个四川总督任上 干的也是有声有色 你的前任黄庭贵 将百姓征收好陷银子 是你奏请 减免百姓的好陷银子 就凭你这个折子 艾明的折子 朕记住了你的功劳 所以啊 有人上折子参你 朕没得搭理他 在你的折子上 措辞很激烈啊 说你有几大罪状 你要不要自己看看 这些折子 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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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吧 喝吧 谢皇上 苏记啊 臣在 朕听说你那十九万两银子 都是借来的 禀皇上 是借来的 跟谁借来 开封城 通立钱庄的一个姓王的老板 那你不吃不喝 这笔债也得还二十年呢 臣的亲戚中 有几个博有资产 他们早已经表示 要替臣还债 是吗 看来你办法不少 吴之城 臣在 这安徽是个穷省 你怎么也捐了十七万八千两啊 禀皇上 臣捐钱与安徽五干 托祖上福音 臣的家道还算殷实 这点钱还是拿得出来的 我有钱的人 都不说有钱 特别是当官的 最怕人家说自己有钱了 你倒好 自己夸口 这个道理 臣还是明白的 只不过是 皇上亲自捶询 臣不得不如实相告 否则就是欺君了 国太 臣在 朋友 这次修万俘虏 国太是最起劲了 圈的也最多 这些 朕记住了 你是因为山东寻抚 有人称你为酷吏 但朕以为 你多年来在山东 平病乱匪 举措得力 所以呢 宇俊也就遮白丑了 虽然你有些丑的地方 朕也不愿意看了 皇上 知 知 知欲知恩 臣 我知难忘 你们不要以为 朕唯独对国太是这样 对你们都是一样的 你们围观一方 责任重大 回南之处也不少 即使你们小有不慎 只要你们对朕 还有一片忠孝之心 朕也就不愿意去计较了 这就是老百姓说的 正义之言 闭义之言 皇上赐宴 奴才等 借花献佛 谨以穷将 祝太后老佛爷 千岁千千岁 祝皇上 快收无疆 朕 令待太后 受了你们这杯酒 何深 在 前方的酒还没敬 没给前方敬酒 是奴才的疏忽 慢 朕亲自来 前方啊 前方啊 趁亲自来 前方啊 臣在 修万夫楼 都府本捐的是银子 你捐的是中纸 为此 朕敬你这杯酒 臣 肝脑涂地 难报皇上于万一 谢皇上 你们啊 也不要因为看到朕 这样看重前锋 心里就犯嘀咕 因为这样对你们怎么样了 这个励志啊 是你们大学问 之地这么大一个国家 不仅要有你们这些重十计 会办事的能源干例 也要有像前锋这样 重操守的终止之事 你们同心协力 才能把这个国家治理好 朕希望你们河中共济 把朝廷的事情办好 谨遭皇上教委 皇上 河中共济之说臣 实难领受 怎么不能领受啊 禁皇上 禁皇上 清者自清 浊者自浊 大是大非 岂容混淆 臣与在座的某些贪魔之徒 如同水火一般 这怎么能够河中共济呢 天风啊 天风啊 天风 正看普天下最不是进退的人 恐怕就是你了 皇上 臣 世除奸贪 至之尽 不支退 那你要怎么样呢 皇上 臣上次查看石渡府无功而反愧对圣上 臣请旨在场 若任无实据 甘当死罪 你喝多了 喝醉了 皇上 臣只 臣只喝了一杯酒 那你怎么静说醉话呢 来人 送全封回家休息吧 皇上 臣 臣 告辞 是 他是个杠头 你们不要和他计较 皇上 江海杜亮 臣以为前锋这个人是山君脉直大监弱中之辈 有这么一个人在皇上面前天天说臣等的坏话 臣在外面为皇上当差终究是提心吊胆呢 皇上 留一些心 掉些胆 不好吗 皇上圣明 你们回去之后啊 好好当差 只要不做按时期心的事 朕是不会亏待你们的 来 谢皇上 来来来 动筷子吧 你来啊 你来来 是 看来你们把你们那些地方 料理得有声有色 想让朕去开开眼去 臣等不敢这么想 只是想请皇上当面点拨地方政务 这样皇上也可以散散心 臣等也都长长见识 既然江南各省的城隍土地 都来请朕 朕要是不去也太不给面子了 好 我们去一趟 皇上服云 臣等致敬 皇上 皇上 奴才在 今天大夜 你怎么什么话也没说 回皇上 今儿皇上说了许多治理名言 奴才一心体会去了 顾不上说话 那你体会出什么来了呢 皇上 奴才请查石都府贪末情事 以解君父之忧 朕这个心思啊 还真给你看出来了 你去的话 那么前锋怎么办 奴才想 前锋恐怕力难胜任 你去就行了 皇上 奴才一定查出守恶贪员 让所有都府都看一看 你准备先去哪儿 奴才打算直奔山东 拿国泰开刀 你不怕人家说你有事朋友之意 奴才的眼里只有皇上 对皇上尽忠才是千秋大义 朕就让你去做 清差正史 前锋未复始 奴才斗胆 正是这个意思 就这么办吧 喳 何爷真的要去山东 国泰的事想包也包不住了 皇上真的就改变主意了 皇上没有改变主意 石都府的事一直是皇上的一块心病 只是当初时候未到而已 如今万福楼已经修好了 太后的圣寿也过了 而国泰他们的安稳日子 也该到头了 何爷当初给国泰透风的时候 想到有今日了吗 没有 胜率深远 的确不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 所能预料到万一的 当初我只揣摩到皇上第一层的意思 那即使不希望因为石都府的事 而影响到给太后做寿 更不能因此而动摇国之根本 所以我才敢冒天大的风险 给国泰他们暗通阴信 今日我才发现皇上更深一层的考虑 那就是要在石都府当中 救出一两个严办 以震慑贪官 整肃立志 所以何爷就主动请职 前往山东去查办国泰 对 何爷这官做得好辛苦啊 做官不辛苦啊 辛苦的是 你要时刻不停地紧跟皇上 你急缅慢缅吧 好不容易跟上了一程 这刘医生 他老人家又跑得远远的了 跟不上也就罢了 可就怕你不小心走入岔道 得 那就全玩完了 何爷这一程算是跟上了 还有一步要走啊 刘全 爷 奴才在 上次我让你去给山东巡抚国泰送过一封信 还记得吗 辫子都被他们捡了 我怎么不记得 这次我要跟前锋一块去查办国泰 你瞅个机会 用他把那封信给我换下来 听清楚了吧 听清楚了 行动一定要敏捷 不要给任何人发现 特别是前锋 爷您就放心吧 来 娘 哎 哎 来 娘 这刚熬了点绿豆粥 您趁着喝点吧 怎么又是你做的饭 钱安呢 娘 我让他去到汉林府办点事 老爷 我回来了 钱我借到了 总共呢 我借了一百两银子 汉林问我够不够 我说差不多了 再多了 我怕您还不起 风儿 你借那么多的钱干什么 这 老爷 钱 还没吃饭吗 刚熬好的粥 去吃点吧 我问你 你借那么多的钱干什么 娘 这钱 这 难道你有什么事瞒着娘 不 娘 孩儿不敢 那 那你借那么多银钱干什么 这 这 娘 这 这钱乃儿子的 退路 退路 是 是 娘 不敢 只是留下亲娘 无人照看 因此 孩儿才借了一百两银子 作为退路 倘若儿子 在山东遭遇不错 娘身上还有盘缠 可以返回云南故乡 娘 娘 孩儿不孝 连累亲娘了 儿啊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你想为娘还活得下去吗 娘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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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